我在上聖灵堂的时候,叶牧师教我们如何开放一些心里敬拜赞美 然后让我们平安的喜乐涌入来 我记得最初第一天叶牧师去讲的时候,他教我们可以说Hallelujah 然后就放出来,但最初我觉得很不习惯,以前一向都不会这样做 那么大动作,其实我第一天做不到这样的感觉 到一些粗练,过了几天后,当我真的这样,Hallelujah 我就有一些平安和喜乐在内面可以出来 即是涌流入来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叫涌流,总之我这样的时候 我真的由心去拍的时候,我已经忍不住想笑 我自己是觉得我是这样的感觉 即是那些喜乐就会出现? 是的,不过我会发觉自己和神亲近的程度 会影响到我那天做同一样东西 那个来的快慢,或者程度的不同 譬如我那天,因为我早前做这件事 当我之前那天,其实我花比较长时间去亲近神 例如读经祈祷的时候,到第二天的时候 我可以很快进入这个状态 但如果之前那天,我是比较少时间的时候 我就发觉我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觉得有点难 就是我的样子都有这样的感觉 嗯哼,即是说你的心态 是的,是的,是的,是会帮助到你的 如果你… 我亲近神的质素或者时间 是会影响到我是否可以这样去做得到 以及快慢或者程度不同 是的,让你看到一件事就是说 神可以说是比较容易亲近 和经历他的平安喜乐的,是吗? 是的,以前就会觉得很难 哎哼,总有很多事情烦着,很难的 觉得这些是别人才行的,自己不行 但原来有时,到现在开始变责和粗恋的时候 就发觉,其实是应该个个都可以 但你要这些时间,你真的要出来是真的亲近神 然后你就要放下一些,譬如我最初做的时候 我都觉得难,因为我不习惯这样 就是在人面前这样做的事情 但后来当你放开了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觉得其实不是真的那么难的 是可以做得到的 是的,还有整个灵魂去 整个心灵去爱慕神,是吗? 是的,是的 那对于你的灵命有没有什么帮助 这样的经历? 以前我就觉得这些事情是在别人身上才有的 即不是自己那个很过人的经历 但现在就会觉得,其实呢,神身是很爱我 即是我去,即是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时候 其实我是感觉到,神爱我多过我爱祂的 即是我有这个感觉 所以我会更加是,即那个感觉是会更加学想 是的 即是心态更加学想神 是的,沒錯 更加想,学想什么呢? 学想,譬如我想祈祷,我想读经 譬如我昨天真是小时间读经期到 我就觉得,应该是差点东西 即是感觉是,不是那么理想的 所以我就会提醒自己,明天我要做好些 即是我是想和神有一个更紧密的关系 嗯,好,感谢主 即是这个都是帮助你的灵性的,对不对? 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主